大家好 我是张晏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唐女士和任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清白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今天来的诉求 就是希望在我父母有生之年 我老公能跟我一起回去 看看我的父母 我看你说到这个事这么伤心 对 有多久没回去看父母了 我老公已经有 整整的四年 我父亲八十五岁了 我母亲也有七十多吧 这个事今天必须解决了 对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 不能得到解决呢 也许我们这段婚姻 也就到此结束了吧 那任先生呢 你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就是这个问题 他父亲做事情 做得真的很绝很绝 这辈子都不想见他了 他对我伤害真的很大 但是你看到你妻子唐女士 他为这件事很伤心 他都说了 如果说真的解决不了 他觉得你们两个人 再走下去都很难了 我心里难过呀 问题是他父母做人没底线了 不能为了唐女士改变一点点 说试一下吗 我做不到 我心里难过 说实在话 我们两个人是没有什么 就是他父亲 我就是这一辈子不想见他 这个事情我不能让步 他怎么看他拿钱 这些我都没有说半句 我不会干涉 唐女士可以回去看父母 但是你不会去 这是你的底线 对 再不看父母 婚姻没信 可面对妻子的最后通牒 任先生却不以为意 他反复强调 岳父母对自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 任先生和岳父母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一切还得从任先生 一个特殊的身份说起 我就说那我不去你家了 我就一直待在我们唐家 好吧 他就说那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了 过生成上门女婿这样的了 唐女士是家中三姐妹的老大 任先生家里有三个兄弟 为了关照妻子 任先生成为了唐家的上门女婿 可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 唐家的上门女婿并不好当 我说话没地位 我尽量不说话 我在家里那个这一天 用那个冷水洗澡这一天 用一点那个香皂 他父亲都说我 还有什么香皂呢 我前面站着 用一点香皂都这么贵吗 当然是因为说 你用了香皂浪费了钱吗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 没说浪费钱 我父亲的意思就是 你这不能吻不能吻的 你还讲究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 用一点香皂 还至于 他就刺激我 贬低我嘛 我爸我妈从来没有这种心事 就有那个意思 因为他拿了点 确实整理钱上 根本就没出去挣钱 那时候他抽香烟 一天都要抽两包 香烟钱都是我爸给的 我儿子生病住院 我们没钱 我爸借的 我跟我妈两个在医院 就吃一碗稀饭 你有钱会这样吗 他家父亲满横不降低 对我就没怎么看得上眼 别人送一包好 让我爸都给你留着 还是没看上眼过 虽然是说 有时候我爸是有点偏激 这不否认 但是我爸好的时候呢 我爸替我们两个小孩 切了多少 儿子女儿 我们从小没带过 一把尿一把尿 都是我爸妈的付出 你给过钱吗 两个小孩都跟着他病 我也没说什么 在我们那里 都是没有的这种 是你默认的 是你同意了还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他父母弄的呀 孩子生下来就跟你说好了 孩子跟他们 没有 取名字 我老公的信在前面 我的信在后面 上户口的时候 我们不在家了 然后我父亲就 就抱上去 那人家就直接就没写 他前面那个信了 跟我老公又熟 就改成了你的信嘛 对吧 对对对 任先生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知道孩子 不是跟你信的 后来他们说的呀 他父母叫 你才发现了不对 对 然后你问了吗 我又没说什么 我想想 只在一家人和我们就好了 第一个我没有不小心 但是第二个 我有一点在意了 第二个你怎么发现 第二个又不跟你信的呢 读书的时候报名 他跟我说他出去说的 我女儿自己去把名字改了 我心里有一点 总会有一点不舒服的 他不舒服你就要说出来呀 所以越级越 所以你自己把它记住了呀 所以任先生为什么不说呢 不舒服 你不说我怎么来猜 你不说他怎么知道呢 我以前就想 家里太平一点 你想太平 为什么现在还纠结呢 你想太平你就不要纠结呀 唐女士愤懑不已 在她看来 自己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和父母相处的日子并不多 另一方面 父母出钱出力 各方面扶持他们 还帮他们带大了两个孩子 可丈夫对此不谈感恩 反倒是怨声载道 这让他怎么都想不通 而任先生呢 他原本期望靠隐忍换取家庭和睦 可为何到现在 他会口口声声地说 誓死不见岳父母呢 其实这其中关键的转折点 就在四年前 那是2017年的腊月28 夫妻俩返乡过年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次回去 任先生竟遭遇了人生中 无法忘却的奇耻大主 2017年吧 我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我们肯定回去看一下 去他家里跟他父母见一下 我跟我老公去 没跟我们倒一杯水喝 很冷落 有一点可能是瞧不上我们 我当天晚上要走 我就不在那里了 当我们回去 我女儿就带上那男孩子 直接搬我们家里去了 我们老家的规矩就是 如果没得到女方家长的同意 是不领到家里的 去了肯定那我们也是 不冷不热的 是不是 那天晚上就回来过后 我们酒就拿出来喝嘛 感觉我们冷淡的那个男孩子 我女儿一会儿就出来了 端一碗菜 蹦 他就站在我跟前 我说你要干嘛 他就说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我就发火了呀 我马上就起来了 我脑上的 他就一巴掌就拍照 说坐下 叫我滚 我爸爸肯定 那个看着他对我女儿凶了 他骂我女儿就贱 怎么怎么的 我爸肯定生气了 那两个小孩 我爸我妈那是拼了命的父子 他能不心疼嘛 你包括你养过嘛 你给他们拿十三 要是喜规意见嘛 头头老子是你在身边嘛 都是我爸我妈的路 你自己小孩没教育 是你的责任 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父母的问题 好吧 他父亲知道我没钱 我们刚刚买房子 他在他父亲那里 拿了四千块钱 他父亲就 今天晚上 你不把四千块钱还给我 你就不能走 他姐姐就给我拿了四千块钱 我就拿给他父亲 他父亲就 钱拿过来 你看到 我一张一张地跟你数 就这样 我钱不对 你还不行 还不能走 做得太绝了呀 外人寄钱 都不可能这样弄呀 他就一张一张地数 还叫我看 当时我还想 如果这个钱我还不出来 我当时就要碰死在那里 输好了 我就要走了 他就跟着我走 我儿子也跟着走 那天晚上真的 天很黑的 我们走了几公里路 临近过年 万家团圆 任先生却带着妻儿 伸一脚浅一脚地 走在夜路上 每一步都像一根针 扎在他的心头 让他的心千疮百孔 故乡没有了归处 他们只能连夜返回 打工的城市窝居 这期间 任先生一直保持沉默 唐女士也在暗自思量 你知道吗 我们都认为 大家都在气头上 走了 就说不再当面起冲突 缓和一下 给父亲一个冷静期 我也就跟他一起走 我希望用我在二三十年的婚姻来赌一把 赌他能够回心转意 唐女士深知丈夫委屈 但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希望时间能够淡化一切 希望感情能够抵消仇怨 她在赌 等丈夫弃消 她依旧能够和父母握手言和 但她没有想到 这一次 丈夫铁了心要和父母对抗 这个事情我是没有 没发账簿 他逼我 他就要我去看他父亲 我做不到了 我出来几年 我那一段时间怎么过的 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 我说我要疯 我心里难过 他父亲那样对我 看他那个鼠牆那个样子 那真的我那个心 比拿刀子痛我还难过 这个事情我是没有 没发账簿 19年他姐姐儿子要结婚 总是要叫我去看他 做舅舅的 是不是要回家吃喜酒 我就说那么几年了 回去了吗 还是去看一下父母 我们两家里那么近 回去了不去看父母 那父母可能也是一辈子的笑话 别人也会笑话 他们抬不起头 我不去死也不去 我这也随口就说 你别总把死关在嘴边 是吧 要死谁也难不住 立马我们住14楼 他就到走廊开窗 要往下敲 他就要让我去看他父亲 可以去死 我都不愿意去见他 就这么坚决 我把他拉住了 就把他弄到房间里圈了 哥 嫂 姐姐姐夫 没有一个人能够劝的动态 就不揪着那四伯方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回去 宁可连这个婚礼也不参加 对 他二姐家儿子结婚也没回去 大姐家儿子结婚也没回去 就是为了回避 要回去看到你父母 对 我没发账布呀 我真不想看到他父亲 所以其实他不仅最后是 没有见你的父母 连他自己的亲戚 他也不见了 不见 电话都没打过 看他父母 肯定是做不到的 任先生 为了不看他父母 你自己的亲戚不见了 连婚姻都可以不要了 没办法 他对我伤害太大了 拿刀子捅我还厉害 他什么都可以不要 这不是自私吗 不负责任的人吗 只为了自己 不是我的父母 连自己的父母也可以不要 兄弟姊妹也可以不要 何况我一个外人 他用我们在二三四年的感情 说 我跟你没有感情 甚至连大伙夫妻 都不想过了 你这四年你们没回去 跟父母还有联系吗 我会经常打电话 打电话 你父亲会问到他吗 每次都问他 我父亲我妈都说 我们老人已经放下了 他还有那么大的气息 就放不下吗 就这样说的 你们随时回来 我们门还是开着的 其实已经扶转 要喊让他怎么着呢 八十几岁个老人 给你下跪啊 求着你回去啊 他们还有多少年 好喝 你一辈子待着 这冤痕过下去吗 我是没办法 你觉得老人家怎么做 你才能够放得下呢 不是放得下放不下 我纯粹就 没想放下 我是没方便对他 我放不下 真的是为了不见 这个老丈人 也可以舍弃你 这三十年的婚姻了 将近 对 因为他一直在逼我 宁可这个婚姻不要 宁可离婚 宁可去死 也不想面对岳父母 任先生的决绝 刺痛了唐女士脆弱的神经 他争辩着 控诉着 指责着 情绪一点点被激发 可任凭妻子如何失态 任先生就是一根筋到底 不松口不原谅不回去 调解陷入僵局 主持人张燕想到 也许有一方的态度 会是破局的关键 他决定现场连线 唐女士的父母 阿姨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的 好多年没看见他了对吧 有时我三十年来 三四年没见了 想他不想啊 哪个不想 搞人生的 那你想那个女婿吗 女婿那个不想 因为她的妻子太大了 我们又没有惹她 也没有打她 也没输她 也没骂她 没有问过她 挣了好多钱 没有挣钱 我们又不管 我想问一下你阿姨 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 老头把她给赶出来了 有这么回事吗 有没有赶她 她的老儿说几句话 你快 那个老来的人 就是女儿来 还要有玩儿困吗 就是这个滚子 让这个女婿到现在心里头 她都不舒服 五年都不到回 我就给家了 我就一物都又没回了 又没在哪个了 刚刚说话的 这是您家老头 算了 不说了 没儿子的人就这样 我应该叫她 原来 今天就这么快 她也没指望了 现在呢 就是你女儿为这个事呢 也特别难过 你女婿呢 她也特别难过 你觉得这件事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呀 再是她两个的事情嘛 我那个老陈 现在喝了八十五了 要不然我跟她 跟本性的话 讨罪的话 你敢滚 她再喊我滚的嘛 我听明白了 老头就那个脾气 没人跟她等着呢 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行 谢谢您阿姨 再见 听得出来 这个丈母娘呢 还是希望你能够 把这个事放下 别当真 当真的日子就过不成 我没办法 真的在这个事情 我真没法沟通 太难过了 念不了一点好吗 唐女士的好 她这个爸爸妈妈 为你们一双儿女的付出 不是 不是不见她好 我也知道她辛苦 但是这个事情 对我伤害真的很大 没办法 不是我自私 因为她伤害我太大了 我就觉得这是自私 我坚持了四年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坚持的力量 还有没有坚持下去的必要 唐女士 其实你可以自己回去看父母 她不去让她 是可以啊 对呀 不可能带着这心急一辈子那个 然后也不是说偏袒父母 总是想着见一面就少一面的 这种心态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心态越来越强烈 也没说要你有多多孝顺他 只是你回家的时候 顺便顺到看一眼 有那么严重吗 唐女士坚定地认为 丈夫不去看父母 就是自私和逃避的表现 可任先生也很坦诚 眼下的她心结未解 自己是绝不可能 返乡见岳父母的 夫妻俩的态度从始至终 都十分鲜明和对立 并且谁也不肯退让 那么调整团队会如何看待他们的分歧呢 人一生最难做到的两个字就是放下 任先生也遇到了这两个最难的字 自己的老岳父为了互毒的 为了你的女儿向你发火 严重地羞辱到了 任先生 你觉得当时颜面尽尸 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 任凭任何人来劝阻 都不能打动你的心 因为你觉得 老岳父他的年龄比我大 他应该人情事故比我懂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骂我 让我在人前彻底地抬不起头来 那我就要彻底地抬一回头 我就不认你 其实 你这个想法就恰恰 使自己又陷入到了 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2017年到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 可是任先生还是不能放下 一直在那个字里边挣扎 在那个字里边煎熬 既惩罚他人 但是也惩罚你自己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活法 能不能让大家看到 任先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能够看破人生 能够不对老人的一些过错 在那里 直指不忘 观察员王志川 力劝任先生放下怨恨 选择原谅 可这一点 任先生显然无法接受 我就感觉我如果我这次让他了 他还有过分的还在后面 他们做人就是没底线的 不仅如此 观察员徐晨刚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我不同意刚刚观察员的观点 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叫 莫吃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不是当事人 你没有去切身感受到那种难受的时候 这个时候简单的跟一个人说大度 我认为没有意义 因为从道理上来说 他不懂这个道理吗 我们应该让着老人 我们不应该跟老人计较 老人都这么大年纪了 能见一面少一面 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我相信他是懂的 他放不下的根源在哪里 我认为你的丈夫 他是心理上的这个创伤 需要去修复 他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 而不是道德上品质上有问题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 是怎么去安抚 或者说抚平他内心的这个创伤 他每每想到那个画面 就像被刀子捅一样的那种痛 不是种在你们身上 我觉得老人刚刚说那句话 我们都不计较了 你还去计较什么 话虽然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痛的人不是你 那我们这样 如果简单的这样去说 你就大度一点吧 那是有点 我认为是有点赞的说话 不要的 我试问一下你 我现在一刀割在你身上 你的伤口在淌血 我要跟你说一句 你不要想这个伤口嘛 你就当这个伤口不存在嘛 试问 我这样跟你说的时候 你那个伤口就不淌血了嘛 你就不痛了嘛 痛不在你身上 你当然可以很轻飘飘 说一句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丈夫内心 长期以来 是有很严重的自卑情节的 这点你们一定要看到 他这个自卑 可能从和你结婚那一天起 就开始了 而极度自卑的人 往往会呈现出 极度强烈的自尊心 比如说 你们到南方那边去 会觉得南方稍微有点怠慢 你们就是 他气得叫 当时就要走 到了老家 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我还要被我的长辈 在我的晚辈面前 这样责骂 被赶走 试问 换谁心里能过去啊 所以这些问题 我认为更多的是 你们要去解决 他的心理创伤的问题 去抚平他心理创伤的问题 而不是简单的去给他讲道理的问题 否则是没有用的 到底哈 我们的人先生 要不要回到这个家里去见岳父 这个问题啊 我谈我个人的观点 紧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 现在这个时机明显不对 强扭的瓜不甜 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还要去扭他 那扭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唐女士你想过没有 真正的他回去了 就一定是你想象的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一家人团圆的局面吗 未必 还是那句话 你敢赌吗 你敢赌比现在更好吗 未必吧 很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会变得更糟糕 你想尽孝 他不拦你 他说 我老婆要去就去 随他的便都可以 只要不让我去 可是 你去尽孝 最终还要拖上他 叫什么 叫撑门面 你敢赌到底是撑门面 还是让彼此的面子 碎得更彻底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唐女士 你去就好了 他不反对 他也没有给你脸色看 我相信他也心甘情愿的说 我不能 我不喜欢 但是我不能拉着我老婆 一样跟他们家人断绝往来 你去就好了 其实我挺不能理解的 你把他拽过去 到底是给你爸添堵呢 还是给这个家庭 带来所谓的幸福和祥和呢 但是以他今天 任先生在现场非常明确的态度 我个人认为幸福和祥和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强迫他融入到你们家里去 一定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你们的问题主要是哪一方面呢 是关系问题 就家庭关系处理不好 我们来看看解决的途径 首先关系的问题 是来自于一个人类心里面的认知 所谓的父慈子孝 长辈的先持 后面子女才会有孝 如果这个慈他感觉不到 或者他觉得更多的是否定 是一种压力呢 那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份孝 去容忍这个 他的这份伤害呢 所以他说 我回不去 我做不到 我心里原谅不了 就在于这里 第二点 你要锁定的依然是你自己 你别把身边的人 倒腾得不舒服 你看看你觉得自己不舒服 你的先生觉得自己自在 你先生说我放不下 我就不看他们眼不见为敬 那么就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把自己解决了 你自己就安好了 是吧 有很多时候所有的不安 都来自于其中有一个人 总觉得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 任先生这个委屈 真是是委屈 你的岳父对你的这种 侮辱性的言行存在 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他的动机其实首先是维护孙女 其次是按他自己的性格乱来 于是说他是多么对你有蓄意 不如说他对谁 他都是这么粗糙 他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齿轮 他会划伤很多人 为什么你的妻子能原谅他呢 因为他站在女儿的定位 就是爱和包容 女儿当然可以做到对父亲无条件 女婿我们不能这样要求 因为你也渴望被别人善意对等 而且你作为最近的外人 你真的是蒙受了他很多性格上的压力 但是问题是 你并没有找到一种爱 你也没有这种爱提升你的境界 去包容这个齿轮 你做不懂 所以你就会变成躲在一边生闷气的 确实也受伤的普通人等 所以比如说这四年你没去看他 能不能理解 我认为可以理解 但是八年就不好理解 从主观到客观 你不看都不行 主观上来讲反映出 你在这个家里面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定位 客观上来讲 等待你的窗口期并不是很长 毕竟年纪大了 再耗下去 突然耗到了一个 你来不及这么一个状态 我相信你就永远不好过 也不太舒服 因为你本质也是善良的 这个任先生可以思考一下 老女是这边 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你爸真的很想看他吗 还是只是你想拖他回去陪衬 其实我爸妈真的很想他 你的任务其实是叫铺台阶 而不是强行地拽 就像一个孩子 他不敢上舞台 也许他仅仅是怕舞台太高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台阶 而不是告诉他这个舞台有多重要 台阶 双边都要有台阶 我们到密室再商量一下 胡建云和调解团队指出 四年前的那场冲突 给任先生心里留下了创伤 他需要时间面对和走出去 唐女士应该寻找机会 劝和双方 不宜操职过急 而朝着这个方向 调解金融密室环节 观察员李小云和唐女士 走进了密室 他还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婚姻都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那不是我现在纠结了呀 这话也伤我呀 他带给我的那些冷暴点 我也很难受 我怎么受的 过不下去就没有必要 再坚持互相折磨 我现在不逼他 我也不接受这种婚姻状态 进入密室后 唐女士的状态 是有些出乎大家预料的 此时的他就像一只敏感的刺猬 一直在表达对丈夫的失望和不满 观察员李小云不住地劝解着 她的劝解能起到作用吗 密室的另一边 任先生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说实际上我出了几年 晚上有时候我也睡不着 整一整一的 我也难过 那就意味着 其实你不去看 你还在折磨自己 是不是这样 你去看他 不是为了去看这个老人 是为了解决你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坎 让你迈过去 以后不会老是晚上睡不着 不会老想这些事 你愿意为自己去做这件事吗 我这个面子也很重 面子思想 能不能让你的老婆做一个桥梁 去让他们态度对你好一点 这个人强势地要命 我跟他有个场 他也是小干部 我在他下面 你说话很重 你需要一个尊重的状态 对不对 应该是 如果他能够对你更尊重 然后能够调节家里的人对你能够尊重 其实你这个事就可以反偏 对不对 苏丹老师建议任先生 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合适的方法 化解自己内心的纠结与委屈 他的疏导让任先生十分受益 接下来 两边观察员交换了位置 他所提到的就是 这么多年他在家庭里 可能因为你觉得他强势 再加上岳父这个事情 所以你可能在家里有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那种冷暴力 就是有的时候 对他不冷不热的那种状态 你可不可以 不要用冷暴力的方式 去面对你们的婚姻 他会很难受 这些办法都不易于去解决问题 明不明白 你们俩是上次要几关系吧 在工厂里面 对吧 所以他有压力 他现在就表示出了 我就是要抬头一次那种 好像我父母的事情 我就亏欠他了 他就觉得 我就应该向他低头了 他压了很多年 压了很多年 他特别敏感 但我就不买他这种账 就算在婚姻不准处了 我也觉得我为他做的 也就这么多了 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你要赌气 你们两个 不是赌气 好几年 睡死 这样他说的 睡不着 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唐女士接受不了丈夫 对自己的评价 原本是抱着 劝解丈夫回家 见父母的目的而来 可眼下的她 反而成了最纠结的那一个 见此情形 调解员胡建云 进入了密室 这些诉求是什么 我忘了 你们家当前有很多矛盾 有 我们要抓主要矛盾 如果他去看望你爸妈 其实你肯定会给他加分 你给他加分 如今当中 你们之前的所谓的矛盾 其实也在缓和 这就叫抓到主要矛盾 他就会解决次要矛盾 胡建云和风细雨般的劝解 成功地安抚了唐女士焦躁的心 她的抵触姿态 也逐渐化于无形 至此密室调解宣告结束 那么回到厂商的唐女士 能不能放下顾虑 任先生会不会 回去看望岳父母 他们的婚姻最终将何去何从呢 是的 他家在中间 他父母那里 我这里 他也难受 我可以做出让步 心态稍微调整好一点 回去看他 你为什么愿意做出让步 我就感觉夫妻感情是有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的态度也很明确 他也知道 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这个家能和和睦睦地哭下去 他在我心目当中确实也占了很大 他的缺席就相当于这个家的不完整 你们俩是注定的坚强的同盟 对不起 我还是会觉得你很好的 没事 你很好好的就好 其实我脾气包呢 最好哄的 你哄哄也就好了呀 这样我也难过了呀 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不理我 我下次一定不会跟你拦着 有啥说实 有又是说实 然后你还不可以去 在家国 对 一本书送给你们 这里面包括怎么沟通 包括怎么爱对方 包括把爱说出来 我们都瞧起来 好 节目最后呢 我们送上 让我们变得更幸福的幸福二十一文 同时也会送上由好事提供的好事面包 真材实料送给你们 调解的最后 任先生选择了放下心中的仇恨 和自己达成和解 过去四年 他满怀着对岳父的怨恨 化地为牢 让自己和家人都深陷其中 痛苦不已 而唐女士也一直在用错误的劝和方式 给他们的婚姻套上了层层枷锁 所幸 经过今天的调解 他们都明白了 其实化解仇恨最好的方式 永远是 心里有你 心中有爱